原味烹调 Bond to Table 生活美学 Dreams come true 我们的幸福主张 就是健康新主流 Dreams come true 新发现 新创意 新感受 让我们跟着达人一起做 对 小心 你看 这是我老公放在冰箱 叫我吃芝麻糊 还加了那个梨麦 这个我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就去餐桌边就看到一壶热茶 结果他叫我多喝水 怎么这么浪漫嘛 对呀 真幸福 那么我们今天也来浪漫一下吧 对 好 这个真的很浪漫 第一个也我觉得南瓜就让我想到童话故事 对 就有浪漫的感觉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梨麦 有红有黄有绿 然后这样垂下来之后呢 就好像有一个蓬蓬群 好像预备要结婚等待心爱王子的公主 对了 那我平常呢 我也会喜欢把南瓜摆在桌上 摆在某个角落 感觉就是个造景 可是可不可以 除此以外 加点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可以 我们就来玩玩看 OK 你要怎么开始做呢 你看我做了一个圈 因为南瓜它的保存期限很长 是 我可以把它拿来做一个滋入性的一个花器 的确 的确 如果你摆开南瓜 你是不是感觉它只是一颗菜 可是当你加了装饰品之后呢 你会感觉它就不一样 那我也要来发挥一点创意 这个比较属于观赏型的南瓜 这个是可吃的南瓜对不对 那我怎么让它变成花器 我们可以用线啊 这个 加水果 然后靠在上面 通常绑这个线 我们要把它隐藏起来的话 我们要一截是这样子 才会固定 对 好可以 这样子吧 我们下一点 把这个饰管绑在里面 好呢 哇 哇 为什么有声音 哇 哇 哇 这个是南瓜马车 玩了直接你就玩了 哇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你的高跟鞋的 我帮你做的 我的靴子 对 哇 哇 你怎么变那么浪漫呢 好吧 对不起老师 我要跟他走了 好 Let's go 去浪漫吧 对 我真的觉得浪漫 是在平日就要经营的 而不是在特别的日子里才能有 所以今天的幸福主张是 小小的浪漫 累积大大的幸福 至于我们家爹地 Kevin的幸福主张就是 在厨房里为所爱的家人烹调健康原味的料理 今天的幸福菜单就是 虾酱三吃 OK 自己的自家煮酱 今天是虾酱 没错 那么好的虾酱 除了炒空心菜 还有呢 除了炒饭 我们今天来一个特别的 什么特别的 我是金门人的后代 你先讲 我知道 我们去金门采访过 对 终于挖掘到原来在新加坡流行的豪间 其实是有受金门影响的 对 那新加坡的豪间是 跟金门一样是有点厚度的 台湾的是细细的 就是薄薄的 OK 那刚好 在新加坡我们的豪间喜欢 有一点辣辣的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个虾酱 金门耳朵 对 可是我们是要用这种虾酥 虾酱的酥 比较酥的 OK 可是我们今天调不是调进去 你会把这个香气 调淡掉了 OK 那到底怎么做呢 好 先来一个好的蚵仔 那今天来的不是金门蚵仔 你看这样奶很多 OK 所以要懂得洗 来 这边你看到 有些在剥的时候呢 叶者在剥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个蚵仔的那个 那个壳啊 所以你要把它拔掉 OK 你要先这样子每一粒检查 通常如果壳黏住是黏在这边 它的这个脂肪这边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调法 我们有一点结合金门的 金门是用那个蚵仔的这个汁 来调那个粉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的蚵仔煎为什么特甜 因为吃蚵仔的那个甜度 还有蚵仔的那个鲜美 台湾你看到外面在煎的时候 稀稀水水 它是用水调出的地瓜粉 OK 好 放一点柠檬皮在冰块的水里面 那我们这个呢 千万不要这样子冲 你冲保证不会把这个冲破 所以我们就是浸到这个柠檬 你放在冰水里面 是这样子洗的 那你这样子 稍微这样洗有没有 那就OK了 你看 真的这样反而可以把它 碎碎都滴出来了 对 好 它丢掉 然后再一次的冰水 对 碎碎碎 那这个再进去一次 就OK了 那这个很甜 不要一直洗掉 不要一直泡掉 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 要调这个蚵仔 这个粉就重要了 这个是金门的地瓜粉 原材 金门地瓜粉最大特别 它真的就是古老的方法 把地瓜洗洗 沉淀的淀粉来做的 然后就晒干 它就是粗粗的 OK 那台湾你买到外面的这个 地瓜粉 其实你看到这个我已经把这个 这个原材抹成粉 它有点灰色 对 那台湾你买的 没有这样子 外面买的就是比较白的 OK 所以其实这个会比较好 OK 我们稍微拿小的去调 因为我要把它弄破 来调这个粉浆 OK 120克 那我们调这个粉呢 是大概60克的地瓜粉 OK 那我们来一点盐巴 来一点白胡椒粉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蚝蛙弄破 你看它会有汁出来 好 那所以你煎出来的这个金门的蚝蛙煎 你吃起来不会说白白的 因为这个蚝蛙其实 它也有一些黑黑的汁 所以它调起来就会有点 巧克力 巧克力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加一些水分 很大时半的水 OK 那一般如果要这种味道 它会把蝦酱加在里面 我不要 我要等一下用撒的 它会比较香 因为当你把它调在 混在这个里面 你的蝦酱的香气会不见 OK 好 那我们加 加一点酸 OK 我要开火了 好 那我们这个锅子的热度呢 大概水珠比慢跑 再快一点就好了 OK 那我们这个呢 要煎一个厚度 当然我的这个油 不能太薄 因为它需要一点油来煎它 可是不会比平常 你吃外面的那么油 OK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倒下来 先煎这个 好 那我们是要用小火来煎 OK 不要太大火给它 然后呢 我们现在撒那个酥的 马上撒 对 马上撒 好 然后再撒一点绿的 葱 OK 好 来一个一分钟先 它跟台湾的一个芽芽煎不一样 那我们也不用菜 因为我们吃这些清香料 其实也是营养 那因为有这个虾酱的一个咸度 然后刚才这边有调一点咸度 这边很少 very little OK Dash OK 一分钟 我不是要全部让它透明 我要让它半熟 你看 半熟 上面还没熟 OK 那我们现在把它翻面 你一定要把 QQ的 然后这个颜色 你就知道这是原材比较好的 我再给它一分钟 好 再一分钟 哇 越来越美 你看 你会看到 其实 一定要这种颜色 如果是白白 那种不透明的白 等于你的粉浆没有煎透 然后有点 有点让它有点酥 好 我可以放吗 好 好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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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淋咯 淋上来 我为什么要把蛋先淋在这边 为啥 因为我要让这个下面有点焦香 然后让这个蒸汽来熏我的大芦娃 让它熏一下 因为如果你马上翻面 芦娃很快就给你压扁 烫扁了 你来这吗 给它熏一下 看 我们看一下 你看 你看它的蒸汽有没有 蒸汽这样在熏 现在我们就是要让它翻面了 Let's go 1,2,3 好 OK 那我刚才再继续煎这边有没有 现在我火给它上来了 因为我要让那个蛋直接金黄色 OK 那如果你要再点缀一些 一些这个 OK 好 这个就是金门结合新加坡的那个芦娃煎 从来你在市面上买不到 OK Let's go 1,2,3 2,3 Wow 喔 喔 Yeah 哇 哇 第一次看到那么大 这是上帝给我们靠想 比我身體還長 那請問 這個葡萄我們要做什麼料理呢 葡萄一般台灣人喜歡炒蝦米 可是有些時候 你的冰箱如果有蝦醬 你就不用再去泡蝦米 再去拍蝦米 剁蝦米 不用 所以我們就來個蝦醬 葡萄蝦粉絲 那我們就來洗吧 把它刷乾淨 今天其實 我不要刷得太厚 我就要削薄薄的 薄薄 你會看到 這個 So beautiful 那麼薄 然後這個還綠綠的 營養最接近皮 你摸摸看 黏黏的 這個就是植物膠質 OK 好 給你 我來切別的東西 來 我們配一點紅蘿蔔 紅蘿蔔 它一定是比這個 哇 來得慢熟 所以我們 這個一定要切比它細 如果那個要切0.8公分 我這個切大概0.3公分就好了 OK 那媽媽們如果你常常會 滾來滾去會割到手 那你切一個平板再來這樣 就不會滾來滾去的 OK 所以你在炒東西的時候 你盡量讓你方便 就是說 你要了解食物的屬性 這個比較快熟 給它寬一點 這個比較慢熟給它細一點 炒在一起 兩者剛好熟 OK 好 那我今天有蝦醬 所以我可以不包香蒜頭 用切蒜頭來包香 OK 那只是呢 我這個 我今天配冬粉 那冬粉呢 你給它泡個10分鐘 把它拉鬆一下 鬆鬆的 OK 等一下我這樣炒起來 又有冬粉的滑 然後又有這個布蚊 OK 0.8公分差不多這樣 OK 你看 那麼新鮮的 very fresh farm to table 沒有剛採收的 綠綠的 OK 然後沒有空心的 好 那我們呢 今天有蝦醬 所以呢 我們不要包香蒜頭 好 那我們放一點油 來 這一點點油要炒那麼多的布啊 跟那個 那個紅蘿蔔 OK 好 這個紅蘿蔔放這邊 紅蘿蔔還是要炒在 一點點油裡面 要上到它 它已經有 有起泡泡的 有熱度了 然後呢 這個掃下來囉 OK 好 那這個呢 剛才比較中間比較寬的 扑在上面 比較快熟的 對 我先給它散開 蝦醬先不要下 中小火給它 不要中火 OK 因為這個不是青菜 青菜的話 你快炒 OK 那即便你有自己家裡做的這個醬 都是很健康的一個醬 不油膩 YES 沒有加糖 沒有加鹽 好 這樣的醬 然後新鮮的材料要做 我們還是要強調天然食物 所謂的天然食物 今天的這個布啊那麼天然 所以你不要一下下 哇 醬很多下去 那你這要吃醬 還是要吃天然食物的營養 而且我發現就像你講的 在沒有這個自己做的蝦醬的話 以前我們炒過類似的布啊 就是呈現原味 可是當我們現在有點入味的時候 我們加了這個醬 讓它呈現另外一種層次 對 你的菜又不一樣 是 好 那我們一分鐘到 我們來看一下 它似乎還沒有 上面還沒有熟 沒有關係 有沒有聞到那個布啊的香氣 是 That's right 那我們現在把它翻面 你把這些翻一下 為什麼你看我們在翻東西 有些時候不像 一般人這樣一直翻來翻去 是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這樣亂翻亂翻 它會把那麼一點點油啊 全部要包裹在你這一條的瓜裡面 你用翻 翻 似乎好像在煎 它的油你看喔 用的比較軟 是叫你的油 你看這個紅蘿蔔 它是不是還有 它已經紅蘿蔔釋放一點顏色嗎 它還是有油給你在煎 另外其他的一個紅蘿蔔 跟一些這種布啊 你有沒有意思嗎 這個觀念 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無油無水烹調 最高乾的地方就在這裡 看起來很少油 可是呢 如果你用傳統的方式 你用很少油 可是你要不斷的翻炒 還更糟 不好吃 要不然就是要加油 是 可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呢 翻兩面 可是用很少油以外 它有透 可是又不會吃很多油 對 你看沒有爆香 可是它很清香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現在我可以翻 當你的食物有一點濕度 所謂的濕度就是 它自己冒汗的濕度 你現在就可以翻動了 OK 然後你現在呢 就把這個 這邊不是用蝦鬆 是用蝦醬 OK 那你把它撒在上面對不對 那粉絲呢 那我們現在把粉絲拉一拉 拉短一點 因為我們不是做揚芽耶 所以你把它拉短一點 OK 那把它鬆散 把它散開 你看 你的冬粉變透明了 你看嗎 你看嗎 弄一點在這個 OK 那我們先把它炒一炒 先把它炒均勻喔 好 這個時候已經轉小火 再拌炒囉 OK 把這些鬆在一起 這個冬粉 好 那我們這個蛋不要打得太散 就像剛剛芋花煎 不要打得太散 有一點蛋白蛋黃 這樣是OK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下這個芹菜 OK 再翻炒一下就好了喔 好 越來越簡單 當你家裡有好醬的話 你看喔 有些時候 今天不是叫你喔 是我要煎炒均勻 然後做茄子 就是你只要做一樣 去申請用這個醬 去申請在不同料理 那是最簡單喔 客家人最愛吃的 那不要選太瘦的 這個大概今天喔 大概有4公分到4公分半喔 因為要厚實才好吃 OK 那怎麼讓這個茄子不油呢 就是切長長 就不要斜切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做 蝦醬去香在茄子裡 所以茄子要切成長形的 That's right OK 先給它泡一點鹽水 好 就這樣長長 一人一個 有些時候你請客 感覺很難分菜 你乾脆給它一個 你不要不長不短 然後又不夠吃 又要拿兩個三個 那就是Ration 一人一個 OK 一般如果怕茄子過油 很多媽媽們選擇燙 可是不見得燙會好吃 因為燙你還是依然 把營養燙到水裡面去 OK 所以這個是素的東西 那又海綿組織裡面 不容易熟的東西 水珠慢跑就好了 好 那我們呢 一樣喔 今天要配這個蝦醬 有蒜頭有紅蔥頭的一個甜分 所以我們不要爆香 不需要 只是要把它煎 剛好熟就好了 那這個呢 因為你洗了還有點水珠 會溶到你 所以比較簡單就是 這樣子掃下去 OK 一掃一下 一掃一下 So simple 好 那我們給它中小火 兩分鐘 你要煎幾面呢 就看你今天的這個多厚 如果瘦可能煎兩面 如果胖一點 可能煎三面 OK 那給它煎兩分鐘 這個茄子很多人會懷疑喔 到底如果我不要煎到軟趴趴 好像變形 到底裡面也沒有熟 很多人會懷疑 所以都要高溫油炸 不不不 技巧就是把它蓋起來 讓它熏熟 你看你的茄子少油不油炸 也不過水 可是呢 你會看到上面會冒水氣 更是有冒水氣 OK 對 你上面會冒水 然後這邊煎到紫色 欸 不用油很多 So publish Publish Yeah 這個就是你以為是過油 會保留顏色 錯 因為你太多油 熱油 過溫 它油反而進到海綿組織 That's right 然後那個顏色會被它 瞬間破壞掉了 OK 那我們翻面有沒有 不要再加油囉 然後給它再蓋起來 好 它每一次打開 請你小火 不然呢 你在看的當中會燒焦 OK 因為我們有很小的 Yeah 你看第二面也是很紫對不對 你不要繼續再給它煎 那你現在給它躺側邊 這個紫好美喔 那我們現在再給它 再一分鐘 剛才兩分鐘 兩分鐘對不對 再回到中小火給它 OK 這道菜其實給觀眾朋友一個 一個看到就是說 它真的是超簡單 當然就是茄子 但是加上你這種醬 它就變成一個高級菜 好 OK 關火 來 我先拿起來 不要繼續讓它那個 是 不要小心喔 它會變形喔 這個要趁熱切給你看 OK 好 好 我是要先讓它那個 就是停止烤焦 剛好熟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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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点点盐水 可是呢 它里面就是淡淡的原味甜 可是加了虾酱之后 产生另外一个风味 哇 自己种的这个浦瓦好嫩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道菜让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一次就是把自己做好的酱 就这样解冻 然后把原来成平常炒的浦瓦粉 加了之后 哎 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 然后就让这个原来淡淡的味道里面 加了那个酱之后呢 这道菜变成繁星 创意 然后它会吃得让你想念 不一样的 蚵仔煎 金门的地瓜粉 超Q的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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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